全球現場的關心 俄烏開戰已經第41天了 那麼現在烏克蘭來指控俄軍屠殺平民 但是官方反駁說是假消息 到底真相如何把時間交給若宜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呢 他在當地時間的4月4號 是前往到了這個布查地區來視察 澤倫斯基是表示說呢 這個俄軍啊 待人還不如動物 在這一場俄軍在布查的殺戮行為呢 會被國際看作是種族滅絕 澤倫斯基說呢 現場發現的這個遺體當中 有至少300巨都是無辜的平民 他認為這個俄軍的行為呢 甚至是在納粹時期都沒有見過的 甚至當中的對抗戶架者 80年代歷史來臨 全部犯罪犯奪複製的 需要詳儀的 藥責任的藥責任 肯定的正常社交叉 我要是所欲的 系统集 fair 也要受到最好的 透明事件 成长的地方 有述你們說 和全社交叉 我们協调节目的 总统华军 和其他人的编码 现決定区别人 百人的全世界 我们在聆余 人生存在 这些人住在 尽量 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是遭受了许多国家的制裁 对此呢俄罗斯也频频出招回击 那么总统普丁呢在4月4号这一天签署了命令 说要对这个莫斯科当局眼中不友善的国家地区的公民呢 祭出签证上的限制 俄国总理呢则表示打算要恢复来往友善国家的航班 那么普丁签署的这个命令呢 就是要暂停俄国对这个欧盟部分的国家 以及挪威拉瑞士丹麦冰岛等简化签证发放机制 已经是在4月4号生效了 那么这项命令呢也下令俄国的外交部 还有其他机构要来实施个人的入境限制 对象呢就是对俄罗斯还有其公民 或是法律实体采取不友善行动的国家 以及地区的公民还有人士 这一份不友善国家的地区的这个清单 当中包括了有美加英国欧盟国家 以及乌克兰就连台湾也被列入其中 另外呢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这个疫情的部分 尤其是在上海地区 因为上海啊昨天又是新增了 超过一万三千例 单日柔在创下新高 持续增加的这个病例数呢 也显示出了上海之前采取的这样一个 包括像是分区封控啊 还有化江封城的措施 已经赶不上疫情升温的速度了 那么来看到呢 画面当中这一位 我是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他是已经赶到上海来督战了 在他抵达上海之后呢 上海就取消了原本计划 要在普西进行的核酸筛查 改做全市的抗原检测 加上全市的核酸筛查 这样子双保险的心智呢 要来对抗疫情 那么上海之前呢 他们的弹性防疫政策 一直被视为是抗疫模范生 只不过最近疫情严重 防疫措施呢也越来越严格了 跟其他的这个 风控防疫的城市做法呢 已经是差不多了 为了尽早实现这个清零呢 所以上海在4月3号的时候呢 是已经启动了全市的抗原检测 那么在昨天呢 也就是4月4号的时候 是进行了全市的核酸筛检 要确保这个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检查到 而且呢强调说来看到这个时间点 4月3号这一天呢 是全上海市哦 要进行抗原的筛检 那么昨天一整天呢 则是全上海市的人呢 要进行这个筛检工作 那么在民众还没有接到通知 进行采样之前呢 必须保持足部出户 也就是在你没有出门 采检的时候呢 你都得待在家里头 上海市的常住人口 大约是2500万人 所以呢 人这么密集 人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要进行全上海的快筛跟核酸检测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那么各地的医疗人员呢 其实从附近的一些省市啊 都已经有调派了相关的医疗人员 他们组成了这个医疗团队 抵达了上海 也来到现场帮忙 那么根据平面媒体报导呢 全上海的这个核酸检测 必须要在36小时内完成 要在4月6号之前有结果 之后呢会这个分区的来管理 渐渐的要迈向逐步解封 希望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遏制疫情 不要让这个确准数再持续的增加了 另外有个话题呢 昨天也在微博上面呢 这个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哦 有网友呢在微博上分享了 上海常宁区一个社区里头防疫之工的照片 为什么呢防疫之工那么多 为什么要特别分享这一张呢 因为来看到画面当中有这一名 他们叫这个防疫之工叫大白 因为外面穿着这个白色的防护衣大白 这一名男子呢身高很高 他的衣服上头写着彭于燕 所以呢网络上头就疯传 彭于燕是不是在上海担任这个核酸检测的志工呢 好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那么这个大白呢 有很多当地的居民还真的以为他就是男性彭于燕 先起热烈讨论之后呢 好这一名大白志工啊 他呢本人就上微博澄清了 他说我的本名不叫彭于燕 会在这个防护衣上写这个名字呢 只是想说因为大家都在家里 没办法出门有些无聊 想说呢巧热一下气氛好了 活跃活跃气氛 没想到真的调出了彭于燕本人来回应 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在网络上头回应说 要向这个所有的防疫人员来致敬 你们辛苦了 被误认呢是大白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好那么讲到这个上海疫情爆发呢 在昨天新增的确诊数是破了一万三千例 经过了一整天全上海的核酸筛查之后呢 上海政府宣布上海在昨天一整天 已经完成了一轮全市 也就是两千五百万人的核酸采样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昨晚发布消息 上海昨日核酸采样工作基本完成 还将进行检测复合研判等工作 在相关工作结束之前将继续实施风控管理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仅仅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